女儿一天要洗40次澡 她撕扯着脚上的死皮 那是长时间泡水的结果 只因为她从事着有些不同的行业 每次上班前和下班后都要洗一次澡 但凡少洗一次她都嫌脏 后来还是有经验老大的同事告诉她 每当活着前洗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等下一单开始前洗 洗太多了皮肤变皱 客户会不喜欢 久了就接不到单了 安燕是千万港漂游子中的一个 她来自东北的牡丹江 是个豪放爽快的东北姑娘 学了九年戏剧 却无处施展才华 别的本事她也没有 再加上她的创成护照 在香港只能待三个月 于是她要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挣到尽可能多的钱 此时的安燕才刚满21岁 比起同行的姐妹 她的生意要好得多 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接20单 入行短短一个月 就已经能游刃有余地 接待不同的客户了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只要把客人哄高兴了 那小费自然是不会少的 让他们这一行的 工作地点和时间都不固定 没有五险一金 月凶两天 只要有电话打来 安燕就算是吃着盒饭 也要立马出门 因此她经常跟着介绍人 穿梭在一条小巷子里 聊一遍以后 扯了少女小芬眼中 奇特的风景 小芬本是深圳人 他们在乡下有自己的房子 如今一家四口来的香港谋生 他们是偷渡来的 因此小芬从来不敢离开这条巷子 一旦被发现 就会被遣返 她的妈妈在巷子里给人洗碗 父亲没了一条腿 靠在街上卖一些烟酒杂物卫生 她摸去在几平米的房子里 平时买不起肉类 母亲就从酒店的剩菜里面挑 因此小芬很羡慕这个漂亮的大姐姐 自有自在 想去哪就去哪 但她却不懂安燕心里的悲哀 为了手钱 住在巴掌大的出租屋里 床对面就是厕所 连朋友都惊讶她 怎么敢对着马桶吃饭 而且她从来不敢去单 这天他们如同往常一样 前往客人指定的酒店 突然 介绍人被莫名喜妙的榴莲开了瓢 等安燕反应过来的时候 只剩下昏迷不醒的男人 她暗于自己职业的特殊不敢报警 于是寻求小芬妈妈的帮助 但他们一家自己也是偷渡来的 更加不敢招惹警察了 两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就把她丢在这里 等她自己醒来 还好这个人命大 第二天包着好伤口 就提着一个大榴莲回到巷子里 她知道是她在死对头干的 于是她一个人坐在路边 把整个榴莲吃得干干净净 临走时还将水果刀插在榴莲壳上 见识他们江湖示威的标志 小芬和妈妈好奇的看着榴莲壳 他们从来没见过榴莲 只觉得一股恶臭 新鲜西腰上戏一根红绳 抹上口红和眼影 她即将去迎接新的订单 俗话说 下海西红绳从凉断青丝 这是她选择被社会毒打后 身上最后的倔强 像阿燕这样的女孩子 在香港还有很多 那里灯红酒绿 繁华迷人眼 但这些通通都不属于他们 他们只能穿梭在幽暗的巷子里 当巡逻的人突然出现时 就慌不择路地找地方躲起来 不是因为他们是黑户 而是因为心虚 她的职业让她产生了条件反射 而这种见不得光的是小芬 一旦被发现 全家被遣返 看着步步紧兵的警察 为了保护小芬不被发现 阿燕炸了出来 她交出了自己的护照和笔记本 还有几天 她的护照就有到期 笔记本上记录的 也是她的丰功伪计 警察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要她见证一道 立马就得离岗 自打这件事以后 阿燕和小芬成了朋友 只要一有空 就会来帮小芬干活 她还把自己的住址告诉小芬 只要有空了 可以给自己写信 可中国实在是太大了 对于小芬这样的 南风浓缩孩子来说 牡丹江是一个 没有听过的地方 后来小芬的爸爸 带回了一个榴莲 因为今天是小芬的生日 全家人看着这个 长得像刺猬的水果 却没有一个人该知道 如何下手 他们用锯子和锤子才打开 小芬半推半就 把果肉送进嘴里 她这才体会到榴莲的奇妙 臭臭的榴莲竟然在嘴里发出甜味 榴莲真好吃 而阿燕为了在剩下的时间里 挣更多的钱 她更加卖命的工作 从天黑到天亮 再到天黑 潮潮内的岛头救水 所有人都以为 去香港的人都混得很好 但其实来这里三个月 阿燕哪里都没有去过 她会在出自屋里 过一张香港景点日历 这样就算去旅游过了 直到这天醒来 已经是阿燕在香港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里 她打破了近半年的个人记录 一共接了38份订单 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吉尼斯 在离港的最后一个小时里 她不仅打包好了所有行李 本着有始有终的做法 她附上了最后一次 然后就带着挣下的七万块 离开了这座令人窒息的水泥森林 回到那个她既熟悉 又陌生的地方 如果说香港是昏暗 却活泼的蓝色 那牡丹江就是 明亮却沉闷的橘色 下海西红绳 从两段青丝 阿燕剪去了短发 与过去的自己告别 但送回到老家重新开始 一家人久违的坐在一起吃了饭 但如今的家已经都变了 阿燕是否真的能重新开始呢 女孩用在香港的最后一天 连接了38份订单 外媒员看了都要说一声牛 这也让她成为了这里 她仍难以超越的销售冠军 阿燕拿着这三个月正的钱 风风光光的回了东北老家 却被父母大肆回火 他们借女儿赚到了钱 自己也能长着面子 风光一把 于是打算在饭店里大摆宴席 档次要高 酒水要好 每桌至少12个菜 并且每桌造价不少于200块 这一趟下来 少说也要2000块 阿燕心里很不情愿 但她为了能让父母长脸 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但这些让父母长脸的行为 花的都是阿燕 无数次洗澡 无数次搓皮 出卖血肉和灵魂赚了的血汗钱 而且 这笔钱是她准备开电做生意的本钱 她来的澡堂 虽然已经剪短的头发 但腰上的红绳却还没有扔掉 也许这是她时刻提醒自己 曾经先兴的岁月和不堪的过往 让自己时刻记住钱来不易 为了开店 阿燕来的市场调查 她打算租过铺子卖衣服 但珍重了好一段时间 才发现现在市场不景气 干这些都赚不了什么钱 回来快半年了 钱没有正着 还要不停地往外花 父母办的酒席很是风光 足足有十几桌子人 阿燕南下挣的钱 让两老贝儿有面子 宴席间 阿燕的二爷爷想讨教一下 说下次阿燕再去香港的时候 把表妹也带上 阿燕只是扣她的敷衍着 她那不光彩的工作 怎么能让不安适适的表妹 去步自己的后尘呢 大城市就像一座围城 无时无刻不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让无数人趋之若物 但很多身陷其中的人 却又想逃离 这时 香港那边又给她打来电话 说现在那边客人大需求多 赶紧回来还能挣更多 阿燕拒绝了 她再也不想回到那个 有着她心酸过往的城市 在阿燕身上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她其实已婚 但在经历了那三个月的时候 她心里有了很深的负罪感 于是 她跟丈夫提了离婚 红本本变绿本本 阿燕此刻 却感到无比心松 不久后 她收到了一个包裹 里面是一个榴莲和一封信 是小分寄过来的 自阿燕离开香港后不久 他们一家就被警察遣返回身 她想起了阿燕姐姐 就把这个新奇的水果寄给了她 阿燕把水果带来跟朋友们分享 所有人都没见过这个东西 这也让阿燕神气了一把 她是所有人里 混得最好的那个 这也是最不堪的那个 后来阿燕去找表妹 发现她已经离开南下了 阿燕也不知道 她过得好不好 直面的朋友也陆陆续续离开家乡 前往大城市 谋求发展 只有阿燕留了下来 故事的最后 阿燕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穿起幸福在舞台上表演 虽然勉强只够温饱 但好在自由自在 大城市就像榴莲 闻着丑 吃着香 吸引着人们小尝试 只有最先出续的阿燕知道 是什么味道 也总有人想去闯荡一番 屏幕前的你 喜欢吃榴莲吗 你是否也有像某个地方呢 喜欢的话 记得看看原片哦